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一点看起来 能够抱着娃娃在高铁上亲的人 他怎么可能不为你卖命 守在家里手电话 韩国瑜是有优势 但这个优势是不是选举优势 问号 很大的问号 因为有些粉是有排他性的 那你觉得目前为止 这是一套公平的游戏规则吗 不公平啊 不公平 他们都接受了你就要接受 至于灌票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说 民进党刚经过党内初选 你如果印象有很深 我讲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蔡振元公开呼吁 去投另外一个 不要投这个 我们已经结束 我就不讲名字了 那他还是算 国民党里面意见领袖 摆明要操作灌水 结果民调出来的数字 事实上跟他灌的水 看起来影响不大 而这意思说 你看国民党的民调 不管网路上 或者一些个别的个人 呼吁什么非韩不投啊 什么的 好像意图灌水 你如果看那个两份民调 郭台铭拿到绿营的支持者的比例 其实比韩国瑜高 也就是这样子大规模 全国性的民调 透过灌水要去影响结果 我不认为它很容易操作 反而是在游戏规则上可以操作 大多数的35岁下的人 家里连室内电话都没有了啦 没在耍电话了啦 那大多数的30岁35岁以下的人 的支持度就会被压低 而韩国瑜的支持度最强的是在 40岁以上的 那这一个差距 取样差距 加上会待在家里加电话的人 他还问说你们家几个人什么的 一做出来之后还有加权 他还要转轴去沉 我那数字会越拉越远 所以光从游戏规则来看 我个人是判断韩国瑜会出现 光从沙喀都的历次的现象 朱立伦一定被撕裂 他那个怨言是真实存在的背后 我不是这么低啊 可是你们把我放在第三名之后 我就会被拉开来 那第三个现象就是说 在7月7号的造势 其实是国民党的一个好机会 五个候选人都到了 人把他弄多来 不管谁出现 这一群群众叫做国民党支持群众 逼着你们五个人怨赌服输 就发生什么事情 7月6号韩国瑜用一件事情 叫做一韩抵全党 我7月6号他不是放 对外讲我们先不管他是不是吹牛 高雄20万喔 20亿的消费额喔 当然在奔家贵的啦 但是他就讲20万 结果隔一天而已 7月7号在凯道 你知道他多凄凉吗 你从那个张荣发基金会 就救了国民党党部拍过去 至高点拍到了 警服门前面是空的 然后呢舞台是放在台北宾馆前面 台北人就知道公园路过来那里 然后就一小角里面 然后你再仔细看里面红红的地方 很多是椅子不是人 那个场面说几万人 就算很给他面子了 那你想想 如果你是一个国民党支持者 加上去年一二四的选举 常常讲说一个韩国一旧的 全部国民党 他就证明给你看啊 我光叫他去高雄花钱就20万人 你这个不用钱的 全党 吴敦义 朱立伦 郭台铭 周锡伟 张亚忠 全党加起来放在那里 一点点 而且他在上个月还在那边照过市 人数是远过于他 所以他用7月6号这个做法 是不是要帮助高雄的官方消费 有人来买东西我们都感谢了 但是这个对照组 这是一个很毒的招 就是告诉你 我一个韩国瑜 抵得上你全党 如果你不提名我的话 我们走着瞧 所以在国民党这个出选 到现在这个氛围下 我觉得两边 郭台铭是一个企业王国的霸主 他面对 我相信他面对什么事情 应该都很认真 所以如果是游戏规则的委屈 或者扭曲 或者操作的扭曲 导致这个初选的结果 不如他预期 他会怎么面对 这是一件事情 韩国瑜是一群人 陪着他扭曲 所以如果韩国瑜没有出现的话 那一群韩粉会做什么事情 这第二问题 而在这里面当中 你就再也看不见朱立伦 看不见吴敦义了 就只剩这两件事情 所以715之后 人选公布是让国民党 走向团结 还是走向分裂呢 国民党有什么物理 他不能签 给国民党的说明清楚 不然限于我不义 我一直要求签 那昨天7月7号凯道 一起签就不是没这个事情了吗 一起出来签个公约 不要代理人签 我的代理人签就不行 他们代理人签就可以 一向都尊重 然后我继续尊重 然后民调过几天之后 就会很真实的呈现出来 我的民调有差距这么大 就是民进党 就是民进党极力极力地在冠票给韩国瑜 总统蔡英文才刚下车 最中间的位置早就预留好了 民进党籍新北市议员们排排站 跟总统一起比个赞 所以总统会以新北一直有很深的感情 小英竞选团队以洪耀府为首 已经跟新北市议员们拉了一个战斗群组 绿营战力整合中 但国民党初选民调才起步 郭台铭 韩国瑜都夸口 说自己是民进党最怕人选 小英不以为意 我没有怕谁的问题 我倒是觉得他们都很怕我 这一段时间以来 他们的齐心协力地共同地 在不同的机会或者在同样一个机会 都要争取来批评我或者是攻击我 维持一贯 辣台媚风格 但郭董招数可不少 前一天拿着粉红国旗帽 要求总统带着出访 郭董就是郭董 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要用他的办法来做 他昨天做的这件事情 其实看起来真的比较像是出品的造势 7月6号到7月7号 有人说很像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俨然在高雄登场 是这样子吗 这是义和团式的白连叫 虫出江湖吗 来 张雨晨老师帮我们做解析 我们先听听看这个VCR 到底高雄发生什么事情 排队买煎饼 老板手上忙得很 但消费者急着表达自己身份 我是韩粉 韩粉 他帮我手做那个 70吗 还是1000 1000好 我就买1000 请问你没有发票吗 没有发票 就怕老板没有听清楚自己是谁 强调是韩粉要买1000 接着开始质疑 那没有发票你卖1000 那你的税金缴在哪里 目前我们是没有达到税金的 你们没有达到税金的金额吗 对 所以你没有缴税金 然后你说你爱高雄 请问你怎么爱 我爱高雄 对啊 你没有缴税金 你却说你喜欢 你却说你爱高雄 那这样是对吗 没有开发票怎样爱高雄 这问题让老板错愕 愣了大约三秒 思考着爱高雄和开发票的关联性 这有等号吗 而且不只有讨发票 还有韩米说他提供免费的煎饼 支持霸函 已经违反了选霸法到禁局提告 就从礼拜六礼拜天到现在都没有睡觉 因为会有不同的电话 对 然后打来就是也只有脏话 你再怎么录就是这样而已 从星期六开始 煎饼店业者日以继夜遭到韩米关心 白天在店内流窜质疑 晚上狂打电话 业者心好累 但是爱高雄和有没有开发票 韩米似乎搞错方向 来 我请教的是张艺舍老师 所以呢 不停韩就要面临到这个霸凌吗 而且被骂去死吗 这是女学生哦 他把一字一句跟这个杨欣妇人的整个过程 把影片包括了口白 通通都对出来 来 张艺舍老师怎么看 其实从韩国瑜起心动念 要参选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以来 他的这个策略是比较明确 而且是比较简单的 他目标是什么 腾龙换鸟 金蚕脱格 前进总统府嘛 他的诉求是什么 全世界都对不起他 全台湾都需要他嘛 他的策略是什么 对立 打压 被迫害嘛 他的对象是谁 就是这一群啊 有相对剥夺感的韩粉 聚会吃大餐好担心 吃吃喝喝不用怕 一家人一生俊 是呢 老期待呢 韩国瑜当上总统之后 又可以把台湾的时钟 跟正经时空的背景呢 拨回过去那个美好的年代 威权时期 或是呢 国民党两奖时期的没有年代 所以呢 我说他的轴线 他的逻辑 在政治操作部分呢 是比较简单的 再加上呢 这个选举制度 对韩国瑜来讲 又有啊 内线的优势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会出现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在高雄所发生的效应 但我先解释一件事情 为什么啊 绿营的支持者 在网路上认为 韩国瑜比较好打呢 我认为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 韩国瑜出访美国的时候 他夸夸而谈的两岸关系 基本上是不被 美国人所认同的吧 也就是呢 这一场骑中考 是完全不及格的 美国难得用这样的方式呢 来打脸啊 韩国瑜 请各位试想 那是韩国瑜先去啊 中国访问之后 再全去美国的 这个现实感是非常明显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呢 到目前为止啊 许多人认为 韩国瑜的能力有问题嘛 不论是在市政上 或是幕僚上 或是用人上 基本上是不及格的嘛 所以他不叫好打 第三个什么呢 韩粉越强 内积率越高 排他性 离心率也越强 简单来讲 韩粉或韩国瑜的 这个支持度啊 已经到了天花板了 你要去呢 吸纳其他的人的可能性呢 屈性于零 至少在四十岁以下的 年轻人部分 我们发现 极无可能啊 最后点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啊 郭台铭赢了 跟韩国瑜赢了 未来国民党所面对的 整合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如果郭台铭赢了 那韩粉的属性是深男的 他还是啊 韩类会投郭台铭啦 但是呢 如果韩国瑜赢的话 这些知识蓝 精英蓝 科技蓝 理性蓝 基本上可能打从心中啊 觉得啊 郭台铭 觉得韩国瑜啊 根本不是一个 可以理性支持的 政治人物嘛 所以整合度来讲 这个 这个郭台铭啊 还有办法去整合 其他的蓝 但是呢 这个韩国瑜啊 是没有把它整合的 所以呢 一方面我们说明了 韩国瑜卷起千堆血 至少是他选上高雄市场之后 为什么韩粉啊 会不断的扩张排他 或者是呢 霸凌人家 因为理性来讲 韩国瑜是不是庶民 韩国瑜有没有拥有这个农舍 韩国瑜呢 是什么样的身份 韩国瑜有没有什么能力 对不起 对韩粉来讲完全不重要 韩国瑜现象的崛起 就告诉大家了 过去台湾所建立的 或是国民党所建立的那种 精英啊 建制啊 理性啊 政策论述啊 完完全全彻底被颠覆跟解构了 所以刚才小薰说呢 文革在韩粉身上 得到了这样的启发 刚才我们看那位大省 我不好意思叫她大妈 他讲话的口吻是什么 就是上对下 什么叫上对下呢 只有我认知的才是对的 你的认知基本上 如果跟我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就用排他的事情 把你排出去 就如同我们刚才吴大哥所说的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韩国瑜在面对韩粉的时候 像今天呢 有媒体 昨天有媒体 不再问他说 韩粉呢 不理性 还粉呢 霸凌人家 这不是暗语包容啊 韩国瑜装傻 没有听到 告诉大家 谢谢 下一题 我不知道 这就是韩国瑜啊 蹭韩粉 或是韩粉呢 跟韩国瑜互相联动的政治模式 好 第三点 昨天的那一场啊 国民党凯盗的那个肇事啊 我必须要说明啊 他正当性本来就不足嘛 国民党说啊 反鸟笼 反铁笼 公投 我们来看这些是行政院的这个修法 除了公投不绑大选之外 其他的实时修法的部分 服不服务民主的状态 我例举几样好了 把查队联署书的时间 从三十天 改成六十天 是不是方便啊 主管集砖啊 去查什么 去年公投绑大选 不是很多乱象吗 许多的僵尸联署人 是不是造成呢 许多的困扰 请问这有没有让我们的公投 更有内容 更有价值 第二个 公告的期间 从选前二十八天 改为九十天 是不是让我们的选民更了解 今天我要投的公投案 内容到底是什么 不像去年国民党支持者 投了半天 他根本搞不清楚 他在支持些什么 反对些什么 还有 当修正条文啊 过了之后 不论是立法机关 或是主管机关 你在四十五天之内 你必须要把你的意见说明书啊 告诉社会大众 这是不是让公投更有质感呢 其中一项 要加速推动啊 电子联署 国民党过去啊 推动所有的鸟龙公投 2017年 民进党执政啊 把公投的鸟龙的部分拿掉 今天只是因为啊 去年啊 公投的乱象 把公投绑大选这一层 我们来看它世界潮流的趋势 英国 瑞士 欧盟 哪个国家的公投跟大选绑在一起 为了避免模糊交帖 公投的主文内容 跟啊 政党跟政治人物啊 在选举的时候呢 不要互相干扰 造成去年的乱象 请问 这哪里不符合民主政治 跟公民投票的精神 一场没有正当性的诉求 再加上呢 谁纵容韩国瑜现象呢 从去年 这个 九零大选 到国民党的初选 国民党自己要反省的是什么 我们看那场政线发表会 或者是一路以来 都是以反民进党作为诉求嘛 制度呢 都是以啊 偏袒韩国瑜啊 帮他解套啊 作为前提嘛 请问 国民党有没有机会告诉大家 你要用什么方式 带领台湾走向 何从 何去何从 走到哪里 你国民党有没有反省自己的 在台湾政治上 或自己党内的任何政治问题 没有嘛 在相互风味之下 对谁最有利 对我刚才所说的 主轴明确 目标诉求策略对象 最清晰的 韩国瑜最有利 最有利嘛 对吗 因为韩国瑜从去年崛起到现在 就是恨民进党嘛 所以现在的国民党中央 就是已经被韩国瑜所 彻底绑架 被韩国瑜彻底绑架 所以现在的党中央 就是韩国瑜中央 你知道我们在关心台湾的这一场 从国民党的总统初选 今天开始同时 1点7天的时间 下周一顺利的话 就可以公告了 刚刚王定宇提出这两个主轴 正是我们上周所想的 第一个 韩国瑜 他真的会如期出现吗 他如果如期出现 那大赢的结果 那其他人怎么办 这里头相对是 郭台铭 郭台铭落选之后 他真的可能不会选吗 今天他特别提到 是昨天凯道 希望大家来签 这个选举公约 因为遵照这个选举公约 落败者当然要支持党中央所提名的人 可他提出一个核心问题 韩国瑜是由孙大千代签的 朱立伦呢 是由高斯伯代签 而我自己要签 为什么你们在昨天的凯道 为什么不大家一起来签呢 我自己要签 你们反而质疑我 说我可能选输之后 我会退党来参选 那你们代签的 孙大千代韩国瑜 高斯伯代朱立伦 算什么呢 可是的确 这一场初选 在民调登场的同时 最亮眼的部分 就是有人可能会脱党参选 那除此之外呢 看看台湾的命运 你所看到 就是这两天24小时 香港是成为全球所瞩目的焦点 23万的香港人 起爆了九龙 向中国旅客输出革命 包括了香港的警察 他们深夜的暴力驱离 透过了分分秒秒当中 再次在全国所大放送 不过很不幸的是 从昨天到今天清晨 所爆发的流血冲突 因为香港的反送中 示威者走出了港岛了 那要向中国人输出革命 这次有人说人数 从103万到200万到53万 今天的场面里头 呈现23万 为什么呢 昨天他们走上 是九龙的尖沙嘴的街头 而且一路上呢 一直游行到 西九龙的高铁站 向中国乘客表达诉求 当民众高举的香港 撑出了标语同时 不时以普通话 来喊出反送中这些口号 那游行在昨天下午 五点多钟宣告落幕之后呢 示威者他们自发性 转向周边的观光区 要向谁呢 向这个传达反送中 入夜之后呢 当然一方面锁定 中国观光客 怎奈在入夜到今天清晨呢 警方他用包钞 而且以警棍追打的方式 示威者被按在地上去拘捕 甚至都看到 常常有见血的情形 这个混乱的场面 一直到清晨 都没有平行 这就是香港最新的一个状况 当然他们锁定中国观光客 很多中国民众 也导致被退票的东西 大骂这些人是脑残 香港的场景 看看台湾 接下来呢 何博文带来 他的关键性的分析 一瓶矿悬水 一碗卤肉饭 这一场是公然的骗局吗 我们要看的是 韩国瑜在云岭的农宅 你知道现在罢免 韩国瑜的连速书 即将要偷破十万份 We care 在高雄跟公敏歌草 在相互联结的同时 怎么会惊爆 你在云岭的农宅里头 出现这种豪宅呢 李嘉芬怎么说 当被踢爆 这是在混音高兴哦 这栋的豪华农舍 我们从制高点发现是 它旁边还增设了 有篮球场呢 云岭县政府人媒到 李嘉芬就以避免违法使用 两天火速把它拆光框 苏贞昌也讲话 来看这个大现场 灌手拆除作业 赶工了两天 从空拍俯瞰 原本的两层楼建筑物 已经被移为平地 严见媒体拍摄 工人甚至把工程车挡在外头 态度很低调 号称庶民 家里竟然有豪宅 而且还有室内篮球场 这真是我第一次开眼界 是一个篮球场 一个主建物 篮球场材料 主建物如果认定有问题 买的时候已经中古 完全是合法 那现在篮球场 这边有问题 我们就把篮球场 就给拆除掉 哇 一点串的余文 请教我和波文 农地取得是什么时候 而农地取得之后 这个农舍又是怎么来 这个交易算是合法的吗 我想我们看到这个违建案 我是觉得非常讶异 我自己担任名义代表 我们处理很多违建案 违建案一般是这样 就是说一定 大概九成九 大概都是被举报 被举报 不可能说我屋主自己盖 然后我自己去把它拆掉 那所以被举报的一个过程 一定会怎么样 县府会通知你 说你被举报了 然后要去看你的现场 你的现场到底是 继承的违建 或者有立刻明显的 危害公共安全 或者是说你这样的一个违建 里面是有这个新增的 要立刻拆除 这个东西都要现场去做判断 那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违建 当它只是一个风声的时候 然后这个屋主自己就把它拆掉 那你如果自己觉得那么心虚 你自己就认定它是违建 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干 所以我在想说 会不会就是说 这个可能有人去检举之后 县府在还没有正式通知之前 就先通风报信 告诉韩国瑜说 有人在注意你这条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奇怪 否则的话 你这个都还没有经过一些事实认定的过程 你怎么会自己就全部把它拆除 所以显然这个部分是违规的非常严重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豪宅 它是在云林县古坑乡田兴断农地 它是属于特定农业区的农牧用地 就是洪县的这一块 它当时在1999年是原屋主兴建 2000年取得执照 在2002年的10月 李嘉芬购买取得作为住家之用 当时这个李嘉芬跟韩国瑜 他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农民身份 我都很好奇 那我也去调查 可是后来因为这个牵涉到个资 可能有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李嘉芬跟韩国瑜要讲清楚 你去买这么500坪的农地 你自己本身到底是真的要来做耕种 你有沒有农民的身份 还是说你一开始就知道说 这个农镇你就是要来作为这个住家之用 因为它在2002年10月取得之后 它在2003年就继续扩建了 继续扩建 一直到2015年的9月 包括两层楼的建物车库都已经完工 这个两层楼的建物就是外界 我们在质疑它的 包括它的扩建室内篮球场 跟下面的一个车库在这个部分 好 这个土地面积 就是我们红色框的这个土地面积 有502.9平 建物面积有128.9平 在这个部分我们先记得这个数字 我们看下一页 为什么我特别讲呢 因为韩国瑜当大家在质疑 他这个违建的时候 他怎么讲 他说这是我20年前买的一栋中古屋 我们大概看了五六年 里面有个篮球场有问题 我们就拆除掉 重点在这句 他说其他都是完全合乎规定 政府发的执照什么都有 是这样子吗 来我们看前一页 他这个土地面积是502.9平 我们依照这个农地的新建农舍的规定 502.9平根本不符合新建这个农地的一个标准 你要新建这个农舍的这个农地 它的面积至少要750平 所以第一个 502.9平根本不能够盖农舍 所以不是说只有这个 所谓旁边的这个车库 跟这个室内篮球场违法 他连这个农舍都不能盖 可是他盖了 所以第二个 他如果依照我们的这个农地的新建办法 你除了750平之外 你的建物面积啊 大概建物 实际的这个建物面积 大概只能占 所有的面积的十分之一 换句话说 十分之九全部都要农用 你要放农具 要跟座 全部都是要做农用 只有十分之一可以盖农舍 好 我先退一万步讲 假设502平也可以盖 假设502平也可以盖 那十分之一 502平应该是盖多少 应该是盖50平啊 50平是502平的 大概十分之一嘛 他盖了128.9平 那这个是很明显 比原先可以盖的 多出了两倍多的面积 我们再回来看这一页 我们的韩市长说 其他都是完全合乎规定 请问完全合乎规定吗 这个部分问题很大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李嘉芬他讲 他说 这个我们二十多年前买的 这一间总价一千万上下 连其他候选人家的厕所 都买不起房子 我觉得这句话 也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啊 第一个大家看一下 他到底在讲谁啊 他应该是在讲郭台铭啦 我就听他点名 但是我认为这个比喻是非常不合理 郭台铭的豪宅 不管他几间豪宅 他有钱 这是在建地里面 他不是说 你在农地里面违规使用 或者不合你的这个图馆的 这个相关的项目 这完全没有办法类比 第二个我们看 他说一间总价一千万上下 如果你现在看起来 会觉得好像蛮合理 一间房子一千万上下 你们也在讲人家 来我们看一下 到底合不合理 是 来 你看那一张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云宁县古坑乡 田兴断农地 二三十年前 古坑乡现在是咖啡的故乡 很有名 二三十年前可没那么有名 古坑乡二三十年前 你知道云宁县多少就是 在地方 一台没法担着 然后呢 跑到北部来发展 然后 这个很多优秀的子弟 在北部才有发展 二三十年前的云宁县古坑乡 土地价值 坦白讲是一毛不值 当时的一千多万 我要提醒大家 当时的一千多万上下 这个价格并不便宜 所以他当时说一间总价 一千多万上下 连其他候选人的家的厕所 都买不起的房子 被拿来炒作 坦白讲这非常不合理 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这个李嘉芬的说法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上面这一页 来 我在提醒大家 另外有关这个农舍 还有个规定 它这个红色的范围里面 除了我们刚刚讲 不是只有这个 这个 这个篮球场跟这个车库 不合理之外 最重要 这个主面积 因为它根本不能够盖农舍 它只有五百多瓶 不能盖农舍 它至少七百五十瓶 以上才能盖农舍 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看 在这个农舍的周遭 这个农地的附近 除了这个农舍的主建筑 可以有这个 稍微有围墙之外 这个旁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不能够有围墙 它一样盖围墙 它旁边也盖围墙 所以这都是什么 都是围建 而且它在这里面 有很多那种 根本不是农地 它就是直接使用 建筑用的压力砖 包括里面有一些 一看 这个也不是种植作物 就是一些亭源造景 这个很明显 几乎全数违法 所以我敢说 这个部分 这个整个的农地 不是说只有说 拆除了这个地方 有违法的疑虑 包括这个主建物 包括旁边这个围墙 通通都有违法的疑虑 第一个 我从农业县市来 我觉得农民有一块地 盖一个漂亮漂亮的农舍 我们都支持 只要你合法 我们在盖农舍 有一个时间点 请大家记得 2000年1月28号 我再跟你讲挑门在哪里 2000年1月28号以后 农发条例做了修改 才开始规定 开始规定 农地面积要两分半 两分半是756.25平 你少0.1都不行 一定要756.25平以上的 你才能盖农舍 第二个 你的农舍面积 不得超过土地面积的10% 或100平以下 哪怕你买了1万平 你也不能盖很多 你就是100平以下 第二个 房屋的高度 不可以超过10.5米 这是2000年以后的规定 而2000年以后 还有一个巧门在哪里 2000年以后的农舍 你是你要来盖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户口要在那个农地 两年以上才能干 而且盖完拿到使用执照 要5年后才能买卖 那2000年以前 你有没有注意 听到我们一直讲说 我是买老农的 我是给人家买中古的 我敢断念韩国瑜 就在装我现在要讲的巧门 2000年1月28号 以前没有农发条例修正前 土地面积多大都可以盖农舍 所以500多平是可以 不管你几平 有没有两分半都可以 但是你盖的面积 一样是10% 一样不可以超过100平 一样不可以高度超过10.5米 所以你说 因为这是 它显然买人家二手盖 1999年盖 然后它是在2002年买的 二手那个交易是常态 很简单 所以它买这个在当时之前的规定 是还勉强可以 可以可以这个土地盖这个建物面积 我把它讲完整 因为很多包含过 利用大家没有住在农业县市 在玩这个游戏规定 它也好像合理 2000年以前的 我们把它估计叫做老农 老农你的地就在300平 你也可以盖农舍 不要超过10% 不可以超过100平 不可以 然后建平就是托咖啤 建平不可以超过150平 高度不可以超过10.5米 2000年128以后的 就有规定了 而且那个户籍放多久 什么时候买卖 盖好随时都可以卖都没问题 可是2000年128以后 你才买到农地的人 不好意思户口要放两年 盖好之后拿到实用执照的 是2002年 对 它是买它老农盖的 它是用移转 所以啊 然后在那之后 你还要盖好五年后 才能移转所有权 然后还一大堆限制 好了 所以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 有一个韩国瑜前立委 带着当地望族的李嘉芬 我看上了这块农地 这块农地拥有者 是2000年128以前就拥有了 我是现在跟他买过来 我现在买过来 我就变成2000年以后买的 我是不是就要等 我要等户口放两年才盖 盖了五年后才能买卖 而且还有一大堆限制 500多坪根本不能盖农舍 所以多数农业限制 搞特权怎么弄 你是原来农民 先不要卖给我 我请给你盖 你盖完之后再卖给我 因为老农盖的时候 没有受两分半的限制 随时可以买卖 随时可以转让 其他规定都一样 所以就会叫原来的持有者 你先把房子盖起来 因为你是原来的拥有者 你是在2000年128以前就拥有的 所以你怀疑 这个当时原屋主是为了他而盖 有可能 所以当时这个房子 因为的确这个时候标准是比较快 这个房子你盖起来 你盖起来之后 因为你是原来的拥有者 你是2000年拥有的 你随时可以买卖 买的人随时可以过户 没有受五年的限制 第二个 第二个违法的部分之后 你去量他的组建物 四楼半怎么可能10米 10.5米以下 他没有拆组建物 我告诉你 组建物真正的违法是 不管旧农或新农 不管2000年前或后 都不可以超高10.5米 你说来 主建物没有拆啊 波文 他主建物还没有动 他主建物他没有动 他是动那个市内篮球场跟他的车库 所以他只动 他拆的是旁边的车库跟篮球场 旁边的一个车库 所以主建物 主建物都还在 主建物这一栋超过10.5米了 这一个 这一栋 因为有四层楼 他是拆旁边这边 他是拆旁边这边 不管新法旧法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主建物 对不对 在这里 OK 主建物在这里 然后他的平数面积 这个怎么会只有10.5米 应该不止吧 那个超15米以上了 加上他的建物土地的建平面积 有没有超过150平 土地使用面积有没有超过100平 这三个都违法 那就不管2000年前后 你都是违章 是 然后都没有处理 但是我在讲说 农民拥有农地可以盖农舍 对农民来讲是常识 他都会跟你问 你那一堆是几年拿到的 是 2000年前或2000年后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李嘉芬的说法 或者韩国瑜说法 我是2002年买的啊 我是买旧的啊 我买旧的再来征建啊 没错 就有一个巧门在这里 而且后来征建 包含组建物的高度 都已经超过不管新旧法令的允许 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讲 他必须交代的是 当时卖给他的地主 到底是自己要盖 还是受托来盖 是 闪过了移转的限制 跟闪过了必须756平以上 才能盖农舍的限制 第二关才能讨论违章 第一个是专法利诱重 第二个是违章 他已经超过现有标准 这个屋主到底是不是在李嘉芬 跟韩国瑜的要求之下 你们先行去盖 而闪过了一些法令的规定 但是重点是2002 你还是必须要有身份啊 你必须有身份你才可以取得啊 那取得的过程当中 还是必须要违法 你注意这2002 为什么呢 我们很怀疑的是他执法犯法 你看一下 这是在第二届到第四届的立法委員 1993年一直到2002年1月31号 随即转到台北县的中和市的副市长 其实从台北县议员1990到1993 他是衔接到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的这一段期间呢 2003你注意看1月份的时候 他还是立委的尾巴的一个时间 可是如果按照他这个交易的时间 是在2002年的10月份 我相信你如果担任过新北县的议员 台北县的议员已经这么长的时间 还担任过立委这么长的时间 你会不知道你在买这个农地的过程中 你必须要有身份吗 而且这个交易会不会牵涉到违法的问题呢 来姚老师 一瓶矿泉水跟所谓的一碗卤肉饭 真的都是诈骗吗 姚老师怎么看 这是一个公然诈骗吗 这个农舍的这个事情其实还没有开始 那为什么 你们看到云林县政府说 这个认定当中我们还没有实刊 据说已经都已经拆掉 云林县政府不是云林县政府这样拿去拆 是他自己去拆的 云林县政府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一栋 云林县政府根本不知道有这一栋 简单的讲 云林县政府现在还在包庇了 因为韩国瑜是张家的人 云林县政府现在是张家的范围 老师 因为张荣卫有一栋比这个还大栋 所以云林县政府对这种事情 根本到现在不但没有实际看 他也没有真正的对我来说 所以其实我怀疑 他在暗讽是郭台铭还是暗讽张荣卫 我们总将一千上万 连其他候选人的家厕所都买不起 其他候选人 但当然张荣卫没有参选 只是说大家 我看网络当中有人在怀疑 李嘉芬你在嘲讽的会不会是张荣卫 张荣卫自己也有一栋对不对 那栋很大栋 那子母框都没有把它呈现出来 杨老师回到你身上 違法的事情不是拆除以后就如何 而且要追究他原来違法的官商勾结面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他自己都知道违法 增盖了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的违法其实很清楚 我必须也要说了 原来的云林县政府 在民进党执政时期的 2002的时候 很可惜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谁执政了 那没有针对这一部分来做处理 其实是不合一的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原来就违法 原来就违法能够扩建 而没有拆除 这是完全就是 就是这个叫现在 他现在拆除就更证明 他知道那个是违法的 那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在 知法犯法 对呀 这件事情其实在几天前 我们有耳闻 所有媒体 已经得到所谓的检举函 是要报导 那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李嘉峰在报导之时 就是说可见他也在报导之前 就得到这个讯息 我相信为什么他得到讯息 我们可能是别的原因 他是因为记者要去 记者要去 要去 记者跟他查证 对 要查证嘛 所以他一定要查证 否则记者要进到查证义务嘛 就问他说你家这个农舍 这背景资料 我相信李嘉峰也有说明 然后他也知道这件事情 违法事实已经被揭露了 所以他要先做 一部分的处理 可是很明显的 主建物也有违法的部分 主建物不但高度 有违法的部分 它总平的面积 也应该违背了 现行法律的规范嘛 那这一部分恐怕 云林县政府 当然应该加以处理了 当然我知道 这种违法农舍的比例还不小 在地方上 在许多农业县 其实农舍违法的比例 比例不少 就有点像台北市的 违当建筑一样的 违当建筑 因为量越来越大 因此它只能去处理 那个新的违当建筑 那旧的违当建筑 它就做一定程度的容忍 所以现在是为了选总统嘛 所以趕快 急急把它拆掉吧 好 持续再拆 不过拆的不是主建物 是旁边的停车场 跟试念篮球场的部分 面对韩国瑜 不管7月6号 7月7号 韩粉到底是什么 韩粉所呈现是霸凌 不挺韩粉的人 你怎么去看呢 但是呢 韩国瑜是要参选总统 而这样的人 所带出的韩粉 跟未来 如果参选总统 去治理国家 台湾会变成怎么样呢 那局长 告诉我们现在 最新的一个 连数状况是怎么样 是 我想因为目前 罢免韩国瑜市长的行动 持续在进行 我们从6月27号正式开始 在今天早上 我们去跟 公民各小行动 我们一起开了记者会 宣告我们现在 整合正式的份数 早上的时候 我们还讲 对外讲8万多份 可是刚刚我收到 最新的数字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9万份 所以那个数量的是非常 差不多在10天左右 就已经达到9万份 的这样一个数字 所以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这个快速连数的背后 是呈现出民众 什么样的心情 而大部分的都是吗 都是过去支持 比如说绿营的人士 反而这时候站出来 75万当中 都是这些人 在进行所谓的 罢免韩国瑜吗 是这样子吗 我想现在 大概有很多的一些局势 比如去年韩市长 在一二四 他当选的时候 89万票 其实他那时候 还有三三造势 还有很多的场面 其实我必须讲 当时是蛮令人感动的 当时站在他背后的 其实是很多 希望高雄可以改变的 所以当时包含 有很多浅绿的 其实要不然他不会 我们过去都认为 高雄是绿大于蓝 所以他不会有 那么大的票 而且大赢对手 其实超过15万票 不过就像刚才宇嫂老师讲 其实这个 所谓的这个离心力 或是我想 因为他作用力大 他的反作用力也很强 大概也没有一个 这个政治人物 像韩国瑜这么极端的 就是说喜欢他的人 把他当审在信仰 可是老实讲 现在高雄有一大票的人 是非常非常的厌恶他 那当然就是 第一个他选总统这件事情 第二个因为选总统 他无心在市政 还有他讲了太多的 大话跟口号 甚至他现在很多的行为 我还开玩笑讲 他之前叫喊口号 现在变喊笑话 因为你看之前被那个 那个模范声呛 一直呛之外 很多现在以他的这个 金句也好 以他的一些行为模式 在网路上 做成各式各样的 这个图卡也好 图片也好 去讽刺他了 现在已经变成是 全民运动 但是我必须讲 这个对高雄来讲 有点情何以堪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刚才讲 因为这个极端化之后 高雄呈现一种很 难以令人忍受的撕裂感 这个是我在高雄 这么久 从来没有感受到的 这样的东西 你以前可能 你说你不要支持 然后不要支持 旅行没关系 在公民社会你可以各自支持 可是从来没有一次 撕裂感这么重的 好像说你今天你去 尤其在网路上 你去批评韩国瑜市长 就马上就会有很多的 韩粉集结来攻击你 像我自己因为现在 投入We Care这样的一个运动 投入霸 霸函30这样的一个运动 我说脸书的一天到晚 收到各式各样的讯息 更不用讲 刚才讲的 现在高雄你去支持 或是说你只要反对 稍微讲一句 可能是韩粉们不爱听的话 这些店家他们就会被负品洗版 可能某些特定的人物 他下面就被流眼洗版 然后我想这个东西也不是现在 是让他去年选前就是这样了 然后现在是用更多更难听的话 来对付跟你意见不同的人 我想这个不是公民社会 应该要有的 我们就是你的意见可以有不同 但是我们就是尊重包容 但是不能够霸凌 你可以不认同我的意见 但是不能来霸凌我吧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拉回来是说 现在高雄的这个撕裂感越来越重 你会发现从韩市长他在整个 因为他要初选 我觉得他整个 甚至我都怀疑 这是他选举的策略 因为他必须要凝聚韩粉 所以你会发现有几个关键的点 他可以甚至以说谎的方式来进行 而且谎话讲完之后 他继续用下一个谎话来带动 有点像那个鲨鱼理论 他一直丢 可是他也不去做任何的解释 甚至做任何的 这个简单的道歉都没有 我就以自己来为例 各位还记不记得 当时在凯道的事情 他现在不是说中央卡汗 就是归为前朝 那时候三个事情 一个是窃听 一个就是黑汗 七三黑汗事件 对不对 而且我还是核心人物 他一直在做情绪操弄 跟政治动员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不道德 因为你在去年市长选前 他这操作过一次 他在一一二四当选的时候 我还在我脸书 我还很清楚说 不管怎么样 虽然当时我不支持他 可是你既然已经当选高雄市长了 你应该站在你的高度 米平选前的这个裂痕 我在我的脸书 当时一一二四 我是这样讲 可是因为他还是在 一一二四前是候选人 一一二四后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候选人 所以他还是不断用这种非常 强烈的政治操作 阶级对立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 政治动员的方式 所以包含你刚才讲 7月6号 7月7号 台北的这个凯道 这个反铁龙公投 党主席都烙人说 执政线线要进行动员 结果他把韩粉 全部进行反操作战略 带到高雄去 等于让你党中央 吴敦燕难堪嘛 丢脸嘛 你看嘛 我真正的气势在高雄 你党中央哩哩哩哩啦 对 可是这个东西就是 我有时候很难 因为你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要往中间靠 你才可以拿到最大的票数嘛 当然我知道现在 初选期间 他必须要巩固的那一块 可是我不知道 那你真的取得了 初选的资格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去米平 尤其我们现在高雄人 对你已经讨厌到一个 厌恶的程度了 那你要怎么去 怎么米平呢 来 温朗东 像是义和团是当年的 白连教重出江湖 是这样子吗 什么是白连教 白连教已经在中国 发展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 那他一开始从佛教出来的 后来成自己的体系 也不被佛教所完全承认 那义和团 他是截取一部分 白连教的教育 跟其他民族信仰聚在一起 事实上 他就是一种 所谓新兴宗教 那这个问题 我觉得更像是 像是奥姆真理教 在日本 产生了地下铁 毒气沙灵事件 那其实宗教 有几个重要的元素 你去把它套到 韩粉身上 基本上都能够符合 第一个他必须要有经典 要有经文 那这个经典经文是什么 发大财 发大财 这个就是他的经文 或者是说 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这个口号本身 就是他的经文 第二个是他有图腾 就是说每个宗教 他有自己的一些图像 这个图像会出现在他们身上 然后会非常大 会非常醒目 这个图像是什么 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国旗 所以他们其实把中华民国 去绑架了 成为他自己 韩式宗教的图腾 这个是第二件事情 而且是国民党原本 最喜欢用图腾的 结果这件事情 已经被韩国瑜的这个宗教化 给抢过来了 第三个就是教主本身 以及对教主的一些奉送跟神像 这个从在高铁上面 他去亲吻韩粉娃娃的这件事情 韩国瑜娃娃这件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有宗教化的迹象 那第四个附加的要件是说 宗教你要维系他的凝聚力 你要有定期聚会 所以你会发现说表面上来看 一周一造势 好像是为了韩国瑜造势 事实上他是要维系 他这种宗教式的凝聚力 那当然如果你要走到第五步 那就更可怕 就是他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 他不跟外面买东西 他自己种田 自己做 这个就会更危险 因为他反社会程度 大一个程度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大规模的一些 公共安全的一个事件 就像是奥姆真理教一样 他最后有些偏激的教徒 他为了去证明他的教义 他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伤害 那我觉得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说 韩国瑜的铁粉 从前面雅老师讲 民调那部分来讲 他可能就全台就有10% 这个10%会很厉害 因为候选人越多 例如说现在有人做四咖都的民调 就是假设郭台铭脱党 韩国瑜出现 柯文之后参选四咖都里面 韩国瑜会当选 因为参赛的候选人越多 大选人参赛的候选人越多 你铁粉变得越关键 其他人的票流来流去 我的铁粉还是有10几%一直在那里 韩国瑜就会成为最强候选人 可是如果是PK的话 韩国瑜没有郭台铭那么强 这个就变成是未来的局势上面 大家要去注意的一点 第二点是说 我刚才听到王定宇这样讲 我又发现重点是什么 为什么李嘉峰他那么快速拆除 对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听到答案 到底他们的身份有没有问题 交易算不算成功 我发现的是 云立县政府如果从苏志芬 一直到现在的张立善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你没听到答案真相是什么 我发现最有趣的事情是说 他这个是这个媒体操作 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要爆出来 所以他先猜一部分 他真正要猜的还没猜 除了郭董砸广告砸很大之外 他们在电话催票的部分 难道也花很大吗 来宾接到哪些电话来告诉我们 来 你们秀一下 这几天你们分别接到 就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的败票 来 我们先从冠一兄这边开始 全部都有 三个都有 朱立伦 韩国瑜跟郭台铭 你接到一次吗 那个郭台铭两次 那个韩国瑜两次朱立伦一次 二二一 来 又桶你接到的是韩国瑜是不是 你接到的是败票一次吗 手机的 败票一次 手机败票一次 那何波你呢 我是接到郭台铭董事长 两通都服务处的 服务处的那个电话 电话败票是不是 那你秀一下那个王定宇 王定宇因为他要赶高铁 那王定宇很显然他也接到 郭台铭 王定宇应该是郭 韩 朱都接到了 对 OK 杨老师你接到谁的电话败票 我跟我太太都是韩国瑜 都接到韩国瑜 两个人都接到手机 没有接到郭台铭 我到现在还觉得奇怪 因为我完全 我听到好多人都接到郭台铭 可是我就是没有 我接到郭台铭的电话最多 不论手机跟视话 不论我妈妈跟我个人 通通都有接到 朗东市没接到 没有接到 没接到 OK 来 这个影局长 我是接到韩国瑜两通 都是手机 那我确实也是一直耳闻说 好像很多 你是手机电话接到 对 手机接到 前面当然先骂一下民进党 然后后面再讲一下 这个电话败票更便宜 来 我们一个个来看 你先 我先请教何波文 为什么一个住处要搞得鬼鬼祟祟 大家不要忘了 他不是单纯的真实人物 他是教主 就是说他的行踪要搞神秘 然后越神秘 大家会对他 越有一种崇敬的心理 我这样讲 就是说一个市长 他不愿意住官邸 或者他不住官邸 其实也是西中平常 包括很多的市长 他其实不住官邸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 说他不住官邸 他住在外面 今天的六点半 一直到星期天 总共七天 九点半 五家民调公司 一万五千份的民调里头 现在怎么样大事底定吗 也要提醒所有的官人朋友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呢 因为不只是台湾反红媒 而在香港据说 反红媒的游行也即将要登场 非常谢谢各位 持续锁定新台湾加油 以及直播的军林天下声 我们再会了 拜拜